最重要的重点就是说这是2020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去想要看各年 例如说2019年是怎么样 2018年是怎么样 所以建议是这样看 先把这个民国拿掉 就是我不做筛选了 不做筛选 这是全部 全部 你有没有发现全部的话 其实呈现的这个趋势 其实都差不多 好 但是你可以透过这个分析里面的插入交叉分析筛选器 选到民国年确定 透过这边来去选 例如说109年他就直接画109年给你看 就是2020年 108年 有看到吗 他就直接画108年 107年 106年 105年 108年 104年 104年 不晓得各位 你我特意之所以会想要这样呈现是因为 有没有发现 109年 这边是相对比较低的 好了 108 有没有 准备高上去 107 106 105 104 有看到吗 这边其实是有在改变 有往左上改变 听得懂我的意思 你要去知道大数据的好处就是 它可以让你看到这种移动 改变的轨迹 可以吗 103 102 101 如果是大数据工具 它就直接动态呈现给你看这个结果了 而不是我现在一个一个在那边点 也就是说 86 你看 有看到吗 是不是差很多 86跟109 有看到吗 同样这个作标轴没有什么改变 好 86 这边跟109 可以知道 好 这就是台北市人口的一个编年史 可以吗 86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一次类推 因为到时候我可以 我可以用欣赏影片的方式来去看 你看100年它就这边有高起来 为什么100年那个新生额有增加 听得懂呢 这个真的这边它就有增加 101 你看增加 102 103 104 5 6 7 8 9 因为我有在录这个影片 到时候我就直接结这一段 变成一个影片的展示 可是我希望你们去看这一段 从86年开始 这个地方 刚刚这个地方 你看这边 民国86年1997年有看到吗 是不是很前面 他就直接这边下降 87 88 89 有没有看到 不断的往右边在推移 请问 这个人口数往右边推移 往年纪越来越大 再增加 这样是不是比较好 对啊 代表人的那个寿命在逐渐增加中 89 90 又往右了 91 92 93 听得懂吗 我希望 我希望我们这个课程就是希望能够让你有机会去看到这个时代整个的一个趋势 就是年纪轻 年纪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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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减少 对不对 这边 整个在往下缩 然后 这个年纪大 再往右推移 对吧 所以 不算